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第一季第六集第三节 我们刚才说完这个Doctor Strange的起源 也说了一些推介给大家可以看的漫画 我们第三节当然是要说回电影 大家都知道电影就是在10月27日上映 我现在就是说回 到底在这个电影上映之前 你有些什么可以了解清楚 可以知道更多跟电影有关的制作背景 可以看电影的时候相对上投入点 了解更多 那Doctor Strange是Marvel第十四套 是第十四套作品 如果分回阶段的话 就是第三阶段的第二套作品 其实Doctor Strange的电影的性质 是希望做一个新的主角系列 那你也知道先前 就是Marvel电影世界馆的主角 就是铁甲奇合 Iron Man 但Iron Man他拍完三集 就已经决定了不再拍下去了 那他又要有一个新的角色 可以想支撑一下大局 那他就选择了这个Doctor Strange 去造立 打算的目的就是做一个新的主角系列 除此之外 这个电影作品的目的就是想 将这个 就是Marvel电影世界观 开启这个魔法的领域 一个比较神怪的 难以解释的领域 那就是暂时在 就是Marvel电影世界观里面 这方面的涉及是很少的 那他现在在 就是Doctor Strange 和Agents of SHIELD 就是神童谷特工的电视剧 就开始走这个方向 就是要进一些奇怪些 解释不到的事情 那在神童谷特工 除了Ghost Rider 就是这个幽灵车神 那他也都神童谷特工 和奇异博士的剧情 故事上面 是会有连动的 嗯 大家都是讲回 就是他们这些超自然界 超自然领域的一些故事 一些事情 那我们就讲一讲回 这个奇异博士的制作背景 因为今次奇异博士的制作背景 很特别是因为 它是故事的剧情上面 是有我们香港的存在 没错 但是很不幸地 其实是去拍摄这个奇异博士的时候 是没有演员来过香港做拍摄的 那时候大家也都知道 香港有多么多Benedict Camberbach的粉丝 大家都说 奇异博士在香港拍摄 很开心 就觉得Benedict Camberbach 是一定会来的 会来香港做拍摄 但是之后在网上公布了一样 那个导演公布了 我拍完这部电影 然后那些粉丝就呆了 不是会来香港拍摄的吗 那我们就有一个 就是 我就收到封了 其实我们有出过一篇独家文章 是的 出过独家文章 我连结放给大家看 大家看 就是有内部人士透露资料给我知道 我不会公开给谁 因为你都知道Marvel的那些追击手 很厉害 那时候 电影公司 就是Marvel Studios 他拍《奇异博士》的时候 他就很想可以在香港封两条街 来做拍摄的 他会拍香港的街道 在荷里活 他们其实很喜欢拍香港 一定是拍香港的街道 他最喜欢就是那些深水埗 那些比较旧色一点的香港地区 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突显到香港的特性 其实这个是很Stereotype 是很Stereotype 因为如果你拍金融区的话 他就不用拍香港 对不对 那可能就是想封 就是变吉江都是那个情况 封深水埗那些地方的街 封两条街铺去拍 拍个街道景 但是在香港那里封街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你首先封街两条街 两条街 封街的时候你要封了马路 交通要改道 就是那些车就进不来 要改第二条路 除此之外 那些街亦都有很多街坊 有很多店铺 你拍的时候 你就要补偿给所有的店铺 那些街坊 就是他们的北边 那里其实的钱是不少的 因为他们也都 会不会真的批准给你 可以改道 可以封了一条街 那最后就是 Mile Studio 他们就计过 觉得其实如果要这样封两条街 就是很高 做不到 不是做不到 不过真的会很麻烦 因为始终 你以我们 以他Dollar String 那套戏来说 就是香港 是至于最重要的 这样的境 就是他还有其他很多更重要的境 没有必要把那么多钱扔在香港那里 那时候他就在 没有记错 应该大概想想一下 二三月左右 他又派了一队 船长过来 就是很少人的 就是十几二十人 你当是 他们又来过香港的 就是深水埗那类的地区 他们就带了一些数码的仪器 就是将整条街 又掃描了 就是掃描了整条街 用一个电脑的方法 就像当时 Persiprogram 是的 他又将整条街 就掃描了它 出来 掃描了它 就进入了一个数码的资料 他又可以回去用电脑特效 掃描了一条街 除了之外 他亦都回去了 就是他们美国那边的片厂那里 就自己搭了 就是香港的街道景出来 又利用实体景搭出来的景 还有就是电脑数码的电脑特效方式 就是会在电影中 就重现了香港的场景出来 那我自己看过少少 去看了预告 亦都有少少去 就是那时候搭景的幕后照 我看过的 那他其实他 就是这么多年 近年来说 他都算搭得挺好的 就是算是还原的 香港算是比较接近一点 就是不会是 你都知道外国那些 他们很喜欢挂一些灯笼 又有艾虹灯很多 大家有看过 如果有看过Aeroy的电视剧都知道 是的 就是总之一是两回事 那他现在就算是还原的 算是这样 但一定有些差异的了 那你会看 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的 没办法 是的 随此之外 香港的拍摄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了 所以他实际上 是完全没有演员 来香港拍摄的 他现在在电影里面 看到的那些场面 都是厂景 所以说完这个 就是他那时拍摄的背景 因为他那时没有演员来香港做拍摄 所以今次决定补偿大家 他决定有两个演员和一个导演 就会来我们香港 其实一个演员都足够 对于某人来说 是的 就是来香港就是首次 全球首映来 首次 是 全球首映来 就是他们的全球运动第一站 就是我们香港 就是第一次的 真的是 很荣幸的一件事 我们节目出现的时候 其实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他的日期就是 10月13日 12日到16日 那段期间 就是那几天 那样 那个导演在10月13日 就已经举办了 那么 他就是有三个演员 有两个演员来 Bernadette Gamelpatch 会来 还有Tilders Winden 还有一个导演 Scott Derrickson 是的 他们三个人就会来 就来到香港宣传这个活动 他除了受影礼之外 还有一个所谓的亚洲发布会 其实受影礼是有红地毯的 是有红地毯的 是有红地毯的 它是一个完整的国际受影礼 是我们全球第一次 首过的受影礼 就是 Marvel电影 Marvel Studio 在我们香港搞这个受影礼 虽然我们香港在这部电影里 涉及应该不是真的很多 但是我觉得他这次来香港 选择 我想他真的想在香港发展 在亚洲区发展 Marvel Studio 他们 因为我见他们将来 可能很多作品都涉及一些 比较东方的地区 不奇怪 真的 那么 大概就说一说 这个 就是拍摄制作的背景 又有受影礼 虽然我们节目出的时候已经结束了 这个受影礼 但是不要紧 将来可能我们 我们都应该会了解一下 到时候受影礼的情况 我们将来可能有一集 再讲一讲 是的 那么我们讲完这些制作背景 我们就讲一下有什么漫画 因为在先前第一季第二集 我们都讲了Marvel电影世界观 大家都知道一部电影两个小时 是讲不完所有东西的 所以他就会出了一些所谓的前度漫画 去解释一些角色的背景 一些故事和故事之间 到底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在今次的Marvel电影世界观 第三阶段的奇异博士 他又出了三本的前度漫画 就是刚才这里是其中两本 就是说我会送给大家的那两本 那我们就逐本逐本讲一下 介绍间接一下 好了 现在我手上拿入这个 就是这个前度漫画的第一期 这个第一期的故事是讲什么呢 它这个故事就是 发生在英国那里 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那里 它就是讲 它本身已经有一个 就是他们有一个组织 就叫神秘魔法组织 类似这样的事情 就是他们学诗就是学这样的 那他的故事上面 就是讲一个主角就是 那些术士的成员 首先就是讲老王 就是阿汪 他就去 就是被派了去调查一个 就是神秘的魔法事件 就去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那里 那里就有一个 就是神秘的女子 他就拿着一个很神秘的权杖 很神秘的 他完全没有讲我的名字 真的没有讲我的名字 我就是可以用神秘来用 是的 他拿着那个权杖 就在大英博物馆之前 释放了那个权杖的力量 那个权杖的力量 就可以令到周围的东西变得很黑暗 就是释放了一些黑暗的力量出来 他会将一些光芒 就是吸了进去他之杖 他在大英博物馆前 就这样弄到周围很黑暗 然后那些英国那些人 就立刻超级无力害怕 因为大家都去 就是先前在雷神奇合二的时候 黑暗世界 事件就在英国发生 那些人就以为死了 又来多一次 然后那些人去就很害怕 于是老王他就被派了去调查这件事 就会发现那个女人拿着那支杖的力量 就会太大了 就是那支力权杖 就真的不是普通东西来的 单凭老王一人之力 真的不可能可以解决到这个事情 于是他又回到他们的基地 就是那个叫什么 Carmatage 是的 我觉得这些都很难读 Carmatage那里是他们的基地 他又回到他们去找帮助 于是他就在那里找了其他的术士一起帮拖 就去到其中一个就是Carselius 然后另外其他术士是一些叫什么 Daniel 不记得Daniel 大家可以看回我详细那篇文章 讲回 总之又找了四个术士 他就去找这个女子 就是要拿回那支权杖 最后就是透过四个人的力量 就是打败了这个女子 也都将他的那支权杖收回来 那么那支权杖 最后就将他放在智性所那里 嗯 嗯 不知道遲些去电影会不会出发那支权权 嗯 但可能在你去到智性所的时候 可能会看到那支权权 嗯 我不知道 但他的故事就是发生在电影之前 我自己觉得这个第一期相对上 就无关同样一点 对 就是你是一个很额外的故事来的 所以我也不浪费那么多时间讲这么多 你看回我的片品 你想详细知道 是的 之后那两半就比较重要一点的 嗯 接下来他就有这个 就是拿错了 不错了这个 这个就是第二期 那么他第二期的故事就是 讲这个ancient one 上古尊者和model 那么他们两个 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徒弟这样的关系 嗯 亦都是电影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他就讲他呢 这个故事很特别的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个中国的贵州那里 嗯 很少《魔石樹电影世界观》的那些作品 会是在在中国那里的 他們就在貴州找到一支箭 叫做阿波羅之箭 那一支箭是一支神器 阿波羅不是希臘神話還是甚麼 是啦 因為在中國出意 沒錯 所以在我的篇文章裏 我就不叫那支箭是阿波羅之箭 我叫了它是太陽神之箭 因為在中國是沒有阿波羅的 在中國是太陽神 其實也沒有太陽神 中國有其他後衛射日 下衛射日但它不是太陽神 你比較接計這些 阿波羅一定不對的 但沒計算 又是美國看中國 又有一支神箭 那支神箭是很厲害的 就是說射了出來之後 它的箭可以有些能量射出來 可以炸掉所有東西 燒掉所有東西 就是一些太陽神的威力 除此之外它也有一支箭 也有一支弓 連一套射出來就很大的威力 可以統治那些地區 於是上股專者 他們就收到資料 就是Modo Modo他就知道了之後 就跟他說 現在在貴州那裏 就像是有一個人滅油 就是搞不好 我們出手幫助一下 於是他就跟上股專者 去了貴州那裏 就跟那個驕傲戰士挑機 那個驕傲戰士真的很驕傲 拿著那支太陽神之箭 上古專者跟他跳機 他把箭就寫在上古專者那裏 上古專者就擺個姿勢 然後整支箭彈走了 他的漫畫中很有趣 他那一刻是一群守律者 圍著上古專者和模特兒 他們就呆了 原來就呆了 他拼了 吃了一箭就飞游了 上古專者和模特兒 他們兩個人就用他們的魔法 加上武術 他們說他們不只念魔法 他們懂得武術 中國武術 兩個人三兩下手就打倒他們 全部打倒了 最後就把太陽神之箭拿回去 就收藏了 就不要為禍世間 就大概是這樣的故事 其實這個相對上有關係 就是因為他看到那些魔術師 即上古專者怎樣教他的徒弟 他有一些篇幅就是講 平日他們練功是怎樣練的 他們就好像少林子一樣 其實好像余告片也有出過這些畫 是的 就是整班人就站在一個子外面 就在那裡 然後上古專者又站在旁邊 又指引他 然後他自己都會自己躲在房間裡 自己練功 他就講解了一個上古專者 他自己的職責所在 他和他們那些徒弟之間的關係是怎樣 他相對上是很仁慈的一個一的導師 他就不會因為你犯了一點錯 就罵你這樣 所以是 我想因為電影一定交代不了這麼多這些東西 所以他就交代少少這樣 除了這兩本就是實體版的前度漫畫 他之後亦都出了一本的數碼版的前度漫畫 Infinite Comic Infinite Comic 他很有趣 他這個是 專門是用數碼版 他是用你一個數碼方式去看的漫畫 而且他比較特別是你用數碼方式去看 他有些類似電影 一格一格連著 有動感 還有Infinite Comic 是給一個平台 就是一些 新進少少的編劇 畫家 如果Infinite Comic 就是 回響是比較好 其實他們會有機會 印到實體的Connect出來 是的 他其實是有印到的 因為現在這個 大家都知道是兩本的單行本 他之後會出一本的合定本 合定本裡面 都會把那本數碼版的前度漫畫 收錄下去 不過他就先出了數碼版 先說一下這本數碼版的漫畫 第三本的前度漫畫 就是講電影一邊的奸角 Caselidis 他的起源是怎樣的 他的起源就是講Caselidis 他以前就是普通人一個 但是又很不幸有死老婆死兒子 真慘 是的 他是絕症 老婆和兒子都死了 他的人生完全是跌到局底 很沒意義 但是那些神秘的魔術士 即上古專者他們的組織 他們就會在周圍去不同世界的各地 網來一些覺得可能可以做到魔法師的人 於是就 然後模特兒他又去了 去招募 是的 去招募他 遇到那個時候 Caselidis 他就完全是 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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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了一個人生的意義 這樣 他又帶了他回去學師之後 Caselidis 他野心很重 他是很出色的一個人 即是他說他本身 學了不久 學了一段時間 他已經是在那一批 的魔法師裡面 已經水準很高 他也會幫忙教導一下其他新進的孩子 他那時候 但因為他很野心高 而且因為他死了老婆和兒子 所以他很希望會否可以有些魔法 復活 復活 復活到他們 或者可能可以見他們 但是他經常都會問上古專者一些 這樣的事情 他經常都覺得上古專者去教他的事情 譬如你以一個魔法 學習魔法來講 他只要教了他裡面 當中那麼少 很少的東西 他覺得還有很多東西 是隱瞞著他 不教他 於是他去了他們的藏書庫 因為那裡有很多那些所謂禁書 一些不是普通你學了一排的人 就可以去學的東西 很多禁書 他就拿了那些禁書來看 他就發現在那些禁書裡面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發覺的 嗯 還有很多其他所謂禁術之類的東西 然後他就很希望可以學習那些禁術 因為上古專者不教我自己 因為他自己覺得自己是有能力的 是很厲害的 覺得他可以做得更加厲害的 除此之外 於是他也都招攬其他人 因為在那個本身神秘魔法師 他們整個派別裡面 就是他們有很多那些學徒 他們都有些人是覺得 就是跟Carselius 一樣覺得上古專者教給他 就是想法上去 對 是不多的 就是不足夠的 他們都想要多些追求多些 就跟了Carselius做了一排 就是大概好像有五六個這樣 就是大家看預告片裡面 就是跟他們的跟班 沒錯 於是他們就 他們這班人 就是那五六個人 連Carselius 他們一起就決定要練那些禁術 那些禁術 那這個故事就是講到他們 就是拿了那本書 就練那些禁術 那就完了 就是大家在預告片看了一些 是的 其實他們沒有解釋到 他們為什麼會變了電一邊的反派 就是反派好像你叫了Carselius 他的眼睛都黑了 其實不是黑了 是 是的 他都講得明白你要知道 他們為什麼變了邪惡 你就要看回電影他會解釋 暫時推測他們都是 應該就是去了一些邪惡的領域 就是用了那些邪惡的魔法 嗯 他的情況就是這樣 這三本次的漫畫主要就是講這些 是的 他就補充一些電影 之前你應該要知道的 其實講完我都留了一點 就是剛才講這個新年作系列 有一頁又是很搞笑 就是又是流行文化 又是融入了 有一頁就說魔法正在消失 平時令到一些人開心的東西都會消失 其中一頁就講了 如果沒有魔法 一個在英國住在被家人虐待的小朋友 就會沒有了學習魔法的機會 是的 其實這裏就講 就是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是的 遇過下 我下次又講哈利波特 是的 其實這裏還有一本可以講完 這本就是 這本很特別 這本非常特別 這本是2016年1月出的 《Entertainment Weekly》 《娛樂雜誌周刊》 這個特別是因為 他那天清楚記得 那一晚 就 新年之間 《Entertainment Weekly》的Facebook 他們的Fan Page 就突然爆了 《Dr. Strange》的第一張官方照出來 是的 那一晚真的非常之 很震撼 對 很震撼 完全就是這個封面的照片 就是《Bandit Cumberbatch》 第一次穿《Dr. Strange》的起伏 出現而拍的官方劇照 大家當時都呆了 因為真的還原得很相似 對 因為完全 他們都覺得 真的好像一模一樣 還有他裏面有幾張劇照 其實也有之前出過 還有他講了為何 Kevin Feige 就是Marvel的總裁 就是一定要選《Bandit Cumberbatch》 去做《Dr. Strange》 他們現在有更多資料流傳出來 他們說他們是特意將《Dr. Strange》的旗 其實他裏面也有說到 所以一定要拿到《Bandit Cumberbatch》 這個演員 因為《Bandit Cumberbatch》 其實不要說他公佈之前 他其實持續 自從《Marvel》公佈了《Dr. Strange》這部戲 其實很多記者 很多人都持續問《Bandit Cumberbatch》 究竟會不會做《Dr. Strange》 其實《Bandit Cumberbatch》 其實《Bandit Cumberbatch》 就說我沒有期間 很忙 後來他們 導演Scott Ericsson 找過不同的演員 最後有提到 《Hawken Finnis》 《Ryan Gosling》 《Jay Jalen》 但我也覺得不像 其實是不像 看到他之後覺得不像 然後一直找來找去 也好像《Bandit Cumberbatch》是最好的 對 我覺得是對的 選得很對 嗯 將來我肯定會出三部曲 肯定也有很多其他作品都會再出的 他本身有一個人氣 對 你本身也有這麼大的粉絲群 對 你一出實收得 沒錯 沒錯 所有Fangirl都會去看完 對 對 我們今集的電影就講到差不多了 現在我們就可以告訴大家 如何參加我們這個有獎問答遊戲 我們再展示一次給大家看 有什麼獎呢 就是 你參加我們的有獎問答遊戲 就可以拿到我剛才說的這兩本 前導漫畫 是限量版來的 我自己出錢買的 自己 很重點 很重點 我自己出錢買的 是由Cox Comic提供的 我會寄到你家門口 就是這樣 好 現在我就告訴你 我們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今次的問題 我要看清楚 仔細地說 不要說錯 是什麼呢 是的 我們今集的問題就是 奇異博士電影裡面 到底一共推出了多少本的前導漫畫 是多少本呢 大家就看看我們這一集的節目 就可以找回這個答案出來 我們的參加方法是怎樣 就是大家聽完這個節目 我們就在我們的Facebook專頁上 就出了一個 就是由獎問大學的Post 那你就在那個Post上 就是跟我們的指示組 那個Post裡面 要求你做的事情 然後你答對一個問題的話 也都被抽中的話 我們之後就會有專人聯絡 你怎樣拿獎 大概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今集這個首集的前導集 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聽完這一集之後 然後就去看這個奇異博士 會了解多一點 清楚一點 我剛才也都說了這些前導漫畫 我們也都在講漫畫上 還有我們自己的Post上的網站 都寫了一個文章 因為時間關係 我剛才也是很簡述地 簡單地講漫畫的內容是怎樣 你看回我的文章 可以了解多一點的情況 除了之外 也是你可以自己看的那本漫畫 大家就看回這些 我們自己的資料 就可以了解更加深 我們今集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